大家好 这两天有说医疗的事 我还不找朋友留言 让我讲讲说 我这个胆囊宅手术的事 我是在2014年时候检查出来 那时候就疼得难受 经常犯 一吃点鸡蛋呢 或者油大的东西 他就犯 犯整个就是 这边肩膀都疼 后背 还有这个就肋调着 夜窝下面肋调着 这都痛 2014年吧 检查他给我约的 家庭医生给我找的专科 外科 那个外科大夫是一个台湾 那个人 人也挺和蔼的 他给我约了 医院就是做手术的 在几月份呢 在 在六月份吧 六月底那时候 那时候选的日子 后来林宽要到的时候 因为七月份呢 我跟那个旅行社去 美国加拿大 16日游 后来我就把那个推了 因为做完手术 我怕这个体力不值 做不了那个 走不了这个长途旅行 我还有一个 看那些日子 我看着 我这中国皇历上 写得好像不时宜 看病啥的 我也就想 我说算了 那我就推掉了 然后我就给他取消了 取消了第二年 到了2015年呢 这个原来是2.8 好像一年就涨了 涨了挺大 反正将近一倍了 那个胆 那个胆囊结实 后来 吸幼啊 胆囊 吸幼是结实 后来一看不行 2015年 七月份做的 做了手术 当时做手术吧 到医院去 就是 做完手术之后 跟他观察一个多小时 然后就让下地走 自己回家 我做的是那个 未创手术 我那天是 我儿子姑娘 猴哥都去了 猴哥没等我做完的 看我从手术台下来了 没啥事 马上掉头走 就去干活去了 我姑娘 把我弄回来了 弄回以后 也没有说是打消炎针 打电机啥的 就是医生给开了点药 三种药我记得 一种是消炎的 一种是止疼的 还有一个是 那个帮助排便的 那就是一个 一个糖浆似的 那个 然后止疼药呢 他说你要疼的话就吃 不疼的话就不用吃 我就吃了两顿 好像他一共给开了三天的 还有 消炎针时也是 消炎的我是想吃完的 结果吃了两天 也给忘了 忘了后来就没再吃 那三种药 开药是花钱 是花了四十几块钱 手术不花钱 手术都是免费的 那么自己买药回家 吃这个时候 是花钱的 这是我做一次 手术的事 经过 然后我知道 还有那个 就像我那个好友 我那个马大姐 梁大哥 那梁大哥做过一次大手术 等哪天 我们后天就去钓鱼了 有时间在那边钓鱼一边 听那个大哥讲一讲 他做手术的事 他那是住了好央 后边脊椎啊 挺大的一个大手术呢 也是在那观察 一天后就回家了 住了一天 这个就先不讲了 我知道呢 还有几个同学啊 还有 跟前邻居什么 他们又生小孩的 像前几天活个干活客户 那家女儿就生小孩 都是在医院 就待了一天 或者是两天 顶多是两天吧 然后就回家了 先是到家庭医生那 要是看急诊 像有什么突然突发情况 看急诊 那也可以到医院去看见 一般的病呢 都是每个人都有家庭医生 来到这以后 都得找一个家庭医生 完全就做家庭医生诊所 那挺多都是华人 像猴哥我们俩 看眼睛 检查眼底啥的那个也是华人 可能今年也该做了 好像都过期了 挺长时间的 一年做一次 然后这个眼睛检查呢 要是正常没有糖尿病的呢 是好像是自费的 但猴哥我俩都是有糖尿病 所以我俩检查眼睛 是不用花钱的免费的 然后还有牙壳 牙壳呢是自费的都是 像有工作单位的 像我儿子女婿他们 那都属于有那个 就是那叫什么保险的 公布保险的 他们就有些报有些不报的吧 应该是有些报有些不报的 我漏像我猴哥我俩看牙 猴哥的牙好 他也你看过 我来这看过几次牙 我看牙也是华人牙科诊所也不少 也挺多的呢 我是就是就近就在沃尔玛那块 有一个就是我们家庭医生楼上 有两家是华人牙科诊所 我知道的是两家啊 可能还有其他一家 也是一个沈阳的一个大夫 一个女大夫 我就在她那看牙 这来这几年看过三次牙 好像有一次前几年看 有一次那个牙坏 有个洞 它给我堵上了 我是花了一百 最早那次好像是花了八十 后来又看一次是花一百二 就是牙有个洞 我打完之后 当时就堵上了 就弄上了 我还看到有个牙 是那年我这个牙 我这前面牙是假的 是两千年时候在国内相当在大连 相当成这么多年 他当时告诉我呢 大夫说是能保十五年吧 那十五年不掉 我这就都快 这不都二十年的吗 应该是也是二零零五年那年 二零一五年 就是我回国 我女儿要结婚吗 离回国之前这个牙掉了 这就掉了 后来我在这又找那牙科 花五十块钱 这给我沾上了 沾上这不就挺了好几年 到现在我觉得应该还能挺几年 没事 就像我同学他妈 有认识的 有一些有毛病的 着急做手术什么的 人就买机票就回国做了 在回国毕竟快嘛 有一些着急的 就需要马上做手术的 我去年还听那个 我老乡他们说说 他们认识一个女的 得那个乳腺癌了 我在这排 要排三个月以后才能做手术 后来就买机票回国去 回国好像才第三天 是第几天的 就安排做上手术了 反正来到这就这样 你这个不着毛利病嘛 在这慢慢就等着 排号排吧看嘛 一般就做个CT啥 也得个十年半月的月上 有的时候做核磁公证 可能要约两个月到三个月那样 我去年就头晕脑的迷晕啊 那还真挺快 家庭医生给我约完之后 又到医院看 医院 他看我那头晕的症状 后来给我七天嘛 就做上了核磁公证 然后我看到网上有新闻 还讲那周边小镇有的人 核磁公证排了三个月 是五个月没做上了 那个都是个例吧 在这多伦多啊 这华人诊所多 华人医生也多 一般的华人都找华人看病 反正有一些急症啥 他也会抓紧给牌上给约上 我知道这个情况吧 先跟大家说到这吧 好了 最近的这个医疗情况东西 就先讲到这了 也说了不少 反正以后要是还有听到这什么 再跟大家叨叨啊 还有朋友问 说是就是胆囊切除以后 这个饮食情况 我这个人粗粗拉拉的 也没管 也没忌讳什么饮食啊 不过当时做完手术以后 那段时间要是吃一些油腻的 或者吃鸡蛋立马 历史就感觉这块不舒服 那两年吧 就是刚做完手术那两年 我是记了一些口 像有时候这个吃肉不舒服了 吃鸡蛋不舒服 我就不吃了 但是最近这两年我也不管了 什么都吃了 鸡蛋黄啊 还有肉啥的 也也没有什么太大感觉 但是我感觉 我还是有点觉察 就是现在也是 要吃鸡肉就好像明显 像吃牛肉啊 猪肉啊 好像没啥感觉 这可能也是根据个人体质不同吧 我就是这么点体会 当然吃蔬菜什么的都最好了 吃蔬菜啥 但是人也不能缺少动物蛋白呀 所以我这个人还是也不挑剔 这逮着什么就吃什么 做什么就吃什么了 我这方面问题呢 我希望 这个问你朋友啊 我希望你们还是多咨询医生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了 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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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